想过再要一个孩子吗 如果找的话 再说吧 不想要 都识了 要啥子四十九 正前八百过日 大小姑娘 对你好点都无所谓 多花再少花点都无所谓 真的 你就是说正前八百过日子 你大小姑娘 大小不要 应该不找 咱给养不起 这一个我就 就烂来了 王老大说 她把自己的大房子卖了还债了 现在又买了这个小房子 她渴望有个家 有个温暖的她 与此同时 在吉林市的口前前 也有一个女人 等待着自己的真命天子 很多年了 她叫余美娜 你看门好像给咱开的 是这家吧 余美娜家吗 是是是 你这特意给我们留门了是吗 真细心楼下也给留了 余美娜 39岁 无业 未婚 住房面积100平米 从进屋开始 余美娜就开始热情的给红娘倒茶 还特意给我们订的新鲜的草莓 然后这个草莓用那个小苏打 用那个盐 然后用个泡 泡它的十分八分 然后清水洗净 它所有的小丑小麻麻都没有了 因为格外重视今天的相亲 余美娜说 三年没有化过妆的她 今天特地起早收拾了一下 还是化妆挺好看的 嗯 有点 会不会太浓了 不合适 嘴唇稍微有一点点浓 再淡一点就好了 对 所以说不会化嘛 就是这个原因 人家会化的是很自然的 余美娜说 她常以吃亏是福 为人生信条 所以这些年 亏真是没少吃 对 有时候占点便宜 买东西 或者什么的 这些都会有的 嗯 就你在做小买卖的时候 别人占点便宜 你也就让她占了 对啊 那你得让她占 她再来呀 嗯 这点是好 吃亏是福 你要是斤斤计较 那以后 就可能没有下一次了 嗯 别人的方面 在朋友方面你吃亏吗 嗯 我可能还是比较付出型了吧 包括情感什么 还是付出型的 我喜欢给予别人 然后给予了我就心里特别高兴 就是这样 你多吃我点 多用我一点的那种 嗯 但你不占别人便宜 嗯 不喜欢 嗯 就感觉欠人家一点点 好像心里都不得劲 马上有时候想还的时候 就得还 余美娜的感情生活 和生活中一样 也是以吃亏是福 为准则 二十一二 在冻婚的年龄 谈过这一次 然后家里也荡了一下 就说她也太不会做人 太自私了 可能就是男孩儿嘛 让人家家里头宠着 嗯 然后就封闭了 我觉得没必要找了 伤害我了 嗯 就一个人过得挺好的 自有自在的 嗯 无拘无束 我觉得家里伤害你了 对吗 嗯 那是出了多长时间 嗯 二十六 二十二四年呗 出四五年 嗯 就感觉就是你 她怎么去耍脾气 我都我都忍 这段感情结束之后 余美娜把自己封闭了 再也没有找过对象 直到三十六岁那年 她又遇到了一个男人 对 那你是着急想把自己家主去是吧 嗯 对 我当时认识她 她也是属于三无人员呗 什么都没有 嗯 那你当时跟她是怎么认识的 阿里亚认识也是在外地 那时候楼上楼下邻居 嗯 互相帮忙照顾吧 然后就是内心有点 故于善良了 就是有点可怜她那种 她也是 嗯 在外面也是一个人 在那边打工啊什么的 就是 好像她这个 上一段她 她是属于离过婚嘛 余美娜的同情心 再一次 让她卸下了心理防线 以为这会是真命天子 可是 这个真命天子 又让她吃亏了 嗯 当时你发现她怎么了 她就是 在网上就是 可以就是 嗯 就是 就是认识聊天 然后呢 就还有见面的 嗯 就我就 后来就是 她在做那个 手机微商嘛 我就发现了 就是这样 这一点 因为我们还没有在一起 就是 当时是已经怀孕了 就是 所以内心有点 原谅不了 虽然没有结婚 但由于自己年龄的问题 余美娜还是决定 独自生下孩子 嗯 就是 生了孩子之后 可能半年吧 就是想那个 就是 希望她就是 能过来看看 认一认 嗯 然后也希望她说 你在外地打工 也是没有房子 也是没有个家 想给你一个家 你可以来我们这边 试一试 你在那边呢 工资可能是五千六千 但她那边的生活水平 也高一点 你可以说为了孩子 来到我这边 生存一下 嗯 但是她就是 不可能她 她的想法也是 不自信 我没有钱 我不敢来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 这个男人 一直都没有出现过 专职带孩子的余美娜 只能靠早些年 做小买卖的积蓄 和父母的阶级 养活孩子 她现在知道爸爸这个概念吗 是啊 有时候在窗户那里 然后就 叫人爸爸 那个心里很酸 她叫爸爸 嗯 但是她知道这个概念 但是她不知道 爸爸在哪里 是不是 就是 就很自责 她知道爸爸的概念 知道 她知道 我太自责了 你就不生下她吧 你就 她一条小命 这个我就有点不坚强了 哎呀 我以前哭了 嗯 孩子呢 嗯 怎么着呢 就是 我都不哭的 我从来不哭的 怎么回事 太激动了 你是从来不哭 不哭 我又不跟人们说这些东西 那你们心里很难受了 不是 怎么着呢 你叫爸爸的时候 你会在那说啥 我就是说不要乱叫 不要瞎说 不要乱叫 他就是看动画片里头 什么爸爸妈妈 他 然后 然后开着窗 就去在那块喊 可有意思了 他从动画片里知道 嗯 对对对 家里人 你看就我爸 我带孩子 所以说 就是他认知的东西 比较少 给他的爱也太少了 说白了 太 太亏他的 别照了 从来 那什么 不好意思都 哎呀 还杀不住车呢你 我都从来都不哭的 长多大了 还流鼻涕流泪的 给你们洗草莓 说从来不哭的余美娜 还是哭了 为了孩子 说再也不想找到她 有点动摇了 嗯 那这次怎么 鼓起勇气来参加呢 嗯 我就是 我当时我就想 我说那个 你看这些 大爷大娘她都有自己的爱情 我还 我找个老伴呢 我说我这么大岁数 我干嘛不找我 大爷大娘都有爱情 我这也得有 再说 对啊 我还得给小孩找一个家 你嗯 这是正常的 你不能性格上 是不是 嗯 得打开心扉 这一次找对象 余美娜还是要以吃亏是福为准则 多为别人考虑 对于别人来讲 你得占别人的地方去想 想问题 嗯 人活一辈子 就涂得自己开开心心的 是不是 乐乐呵呵的 你就带个孩子 嗯 是不是 你也没有正经工作 想想别人会不会也会 也会 内心会觉得这也是个困难点呢 嗯 所以说 有一想又封闭了 你别拖累别人了 呵呵呵 但内心还特别希望有这个感情 比如说她是离婚的 她孩子需要什么 能帮你帮人家 不要太计较 对男的工作也要求吗 工作的话 反正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你只要你肯吃苦 你勤劳 你总是有生活来源的 嗯 但最好 我也不一定说 要求你有个什么 朝九晚五正规的工作什么的 但是最起码 你得有生存的这个手段 就在这个时候 于美娜的女儿 彤彤也回来了 哎呀 我的宝儿 这手扒脸呢 听哪儿玩儿去了 阿姨你好 叔叔你好 说你好 这儿呢 这儿呢 不说你好 不说你好 你们说的不说你好 就想要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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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法卦 彤彤很萌很可爱 只能简单地蹦出几个词 要爸爸吗 要 爸爸 阿姨爸爸这么想 你想要爸爸是吗 彤彤突然的一句话 让红娘很意外 这让于美娜的心情 也更加复杂了 一辈子为别人考虑 朴实善良的她 真的太需要人保护了 那么王老大 能是保护他们娘俩的那个人吗 你快动啥样了 没啥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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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缓过来了 王政府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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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久等了 没没没没 久等久等 这买的啥呀 这买的水果 你是那意思 你这太见外了 我们家最怕的就是欠人品感 没事 太见外了 她说那什么 她说到中午了先吃饭 然后一会儿去家 你要是冷 你就去人家溜达溜达 我帮你拿着吧 快选择 不用 我递了 王老大买了很多水果 这让于美娜非常过意不去 赶紧就带着大家到饭店吃饭了 但你喜欢啥 你就来点个性 我啥都吃 没有不吃 来了你方便拿 不用 今天我买的 那你不用 石头剪刀我吃 一会儿你输 你输了 我赢了 我就不去买 我赢了 行 炒那样就不是 就是点菜就看 什么 不是抠搜呢 挺大气的 我觉得 我就说第一感觉 我对她挺好的 感觉就是 她的人很厚道 很厚道的原因 就是她离这么沉 那么大一包的水果 里面什么都有 然后站了那里 一个多小时 先别说 这两个人的演员是否合适 但从场量大方这一点 红娘觉得 这两个人还是很有默契度的 你现在得做啥工作 嗯 做点 倒点小树苗子 哦 树苗 那什么季节 就是能 就寸秋两季 两季 那其他业余时间能做点啥 那就是业余时间就搭的零工 那你现在职业干啥 我现在只能这么待着 因为我家里帮那个 那什么人太少了 只能这个 头三年我一直还挺忙 自己开个店呢 什么的 现在不大景气 刚好有意外的事 就停下来 嗯 讲来还是打算 再做点什么 适合自己的 行 什么饮食也行 或者说各方面的 走一步看一步呗 你有孩子没 嗯 有孩子吧 孩子没呢 嗯 孩子没呢 什么人 就一 现在就一个人 哦 那怎么 男孩女孩怎么就没了 哪一个人 嗯 男孩 得病没的 这么苦不得了 太不容易了 就是 什么病啊 嗯 肺酸酸和肾病综合症 那多大走的呀 二十三 那这几年 这几年的事都有 二年 不到二年 嗯 希望反正就是 我也不提了 再不提了 嗯 就是开开心心 面对呗 生活是这样的 活着 活着 活着就得面对现实一条 对啊 咱们乐回来 你老天是这样安排了 那咱们就实际在面对 不容易 挺好的人 但是他的遭遇也是太太凄惨了 这么大岁数了 是吧 而且没了儿子 这些心情 哎呦 要是我 你看我崩溃了 我看他挺坚强的啊 但内心肯定也挺苦的 嗯 那你媳妇呢 那怎么就 媳妇是这么事儿 孩子呢 妹妹之前没离婚 嗯 没完以后吧 他三天他就走了 为啥呀 他压力崩溃了 也别说崩溃不崩溃 嗯 完了走了以后 我现在 这边是他说 除了散散心 嗯 走半年了 我一看没回来 没回来 我现在 跟法院起诉离婚了 嗯 孩子有病 之间 他护理 依旧还没护理过 怎么有这种人呢 你看 那我希望以后我有病 他不能护理我 我就发院起诉离婚了 其实我的话 我跟你生活23年了 有再多的恨和怨 或者吵和闹 但是到这个时候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我会就是说 互相去勉励 或者说到最后大家说 嗯 可以的时候 或者是真的没有的时候 我再走 我不会在这街骨圆上走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太小了 余美娜刚一见面 就问了对方孩子的问题 这让现场的气氛 稍微有点悲凉了起来 于是红娘就提议 先吃 吃饱了再烙 我说我没时间 我吃饱了 大孩子 你这孩子大了 才三岁 大哥说一下你这个孩子 对他还不知道 我是在那个外地外地那时候吧 我原来也做点生意 后来停下 停下了又去了 去了就是住那地方吧 刚好有邻居 有个邻居就认识了 认识了吧 他的遭遇就是好像就 他给我说的意思就是他 前妻不要他了 然后有个小孩 有个女孩 就觉得挺可怜的这个人 嗯 当时我也是大龄了 然后家里也催 因为以前也就是封闭感情 我就试着跟他接触 接触认识半年吧 就无意中就有小孩了 说一下他这个年龄 他也倒了要孩子的那个 那什么 当时三三月也确实就是 怎么也是 好算 而且小姑娘都比较天心 孩子从来没见过 他这个亲生同情 有个小孩 还能够开出行动中心 一定要点接触 主要还是姑娘符合你要求 这么做 对呀 以后有个伴儿 这不挺好 他大一点就革心了 他现在小的一点 是 三岁的 三岁的小孩往下好忍 有个孩子还比没有孩子强 孩子也没问题是吧 后来又提到爸爸的词儿了 我说 我说爸爸 然后就说 跟我说了一句完整话 阿姨爸爸干啥 对吧 就两次洗个月 阿姨爸爸干啥 他有幻想 对是不是 他心里就有幻想 唯一我进屋过 我说的一句完整 嗯 但是有一点 就是好奇那是后话 就以后就是说 我们俩真正给你洗过的信用下 就是跟他爹一点联系都不行 那咱俩说话没毛病 嗯 对不对 什么意思 就是跟他父亲 根本就不能联系这个孩子 那亲生父亲是吗 嗯 那再联系那我就放不上来 就说心里话 我养我印了 嗯 这个不可能 因为我师徒有几次 给他机会让他来 都没办法 无论是王老大还是余美娜 从见面到现在 两个人几乎没谈论过工资和房子的问题 他们的焦点都在孩子身上 所以我说你就是你 彼此这个好感就是出去上上上 留个微信下 留个电话 嗯 一大点了解 嗯 行 人家也不是一天两天 咱们得 那对 对对 天天地久一大点了解 对 我的关键吧 就是对互相去了解 对 你俩先往情侣的方向发展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元孙就是这么奇妙 孩子的问题一说完 两个人觉得 其他的问题都不重要了 余美娜邀请王老大 现在就到家里见见孩子 那么统统见到王老大的时候 又会是怎样的表现呢 我想数一下数一下 就是有点小性子 小孩嘛 嗯 我也不是我想象中的她 我还没有那么懂事 太小了 睡觉了 小女孩 一进屋 余美娜直接把王老大 带到了孩子的房间 可惜的是 小宝贝彤彤彤睡着了 爸爸 哎 妈妈 哎 我爱你哎 爸爸 阿姨帮我揉着谁 我爱你 亲爱的宝贝呀 握住你的笑手 幸福的滋味 温暖我眼眸 亲爱的宝贝呀 这就是我就有啥事啊 这样孩儿又经过好了 以后就跟各个姑娘一样 有个感觉 无法说出口 跟前有个小孩儿吧 你回家都有个问题 不管谁 有家有业管 这个孩子不行 我最亲爱的宝贝 ミクラス 那个孩子 我儿子 比较宋花江的天 好像今年宋花江的天 我就 隔着旁 Ireland 傻子不及下一更大 不一相微 我最亲爱的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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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贝 小宝贝 我愁 不准 这样 盖一盖 是这样 这位公司长问了 他买着这个东西 他今天不能见面 反正喜欢他问的什么东西 你就跟他说 会的 你怎么说 我说这个是你这个 王爸爸买的 把王在啥时候都去掉 对 爸爸买的 是呀 我是 嗚 嗚 嗚